哇 這麼漂亮 有一種時間的感覺 空間是美術館對外開放的產品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藤湖是這個 海洋生物跟花氣共生 那它半年後再去把它打撈上來 它使用台灣不同地區的土壤 那讓它的顏色自然產生漸變的紋理 它漸補牆後 我希望保留了水泥原本的痕跡 所以人眾都是用這種 用爛刀的水泥形成的經歷 它是結合當代藝術跟流行音樂的一檔展覽 那我們這一次把音樂的旋律立體化 變成是可看見的視覺 這一次的展覽是計畫策展人士方絮忠 那音樂的執行總監是瑪莎 那我的角色是現地藝術概念 那小花盛開的回音它的概念是 思考我們每一個人所不想失去的事物 但是這一個不想失去的事物 如何轉換成了一個正面的訊息 瑪哥你看 牆壁上 我哥哥聽得好認真喔 我哥哥聽得好認真喔 哈哈哈哈 強設展是由James Toril 美國的一位光學藝術家 全場有兩半小時 它的原色是從黎明到黑夜 自然的天光停留在紅紅的色彩 那會用光的作品作為金馬賓館的 算是正館之寶 跟這一個建築物的光的環境很有相關 太陽的這個自然的運行的軌跡 其實是會在空間中留下很多不一樣的表情 結入自老兵的口述歷史 那每一段畫都是他們呆在金馬賓館的心情點地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從緊張的這種冷戰時期 到當兵的有趣的記憶 我們都可以從時光片前閱讀到 以往寄送書信或撥打電報 都是利用這個空間來完成 那藝術家了解了這個功能以後 在這一個空間做了另外一個水性的冥想裝置 這個聲音是高雄港風雨交加的聲音 那因為當年來金馬賓館 是必須要在這裡登記跟等船 那雨天的時候等船 出太陽的時候出海 但是出海的時候卻是離情一一 並且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回到台灣 所以那種情緒相當的矛盾 對 那我們看著這個水珠其實它有一點像雨天 雨水滑落在電線桿上面的情景 又有一些像當我們在戰哨的時候 看見海岸遠方的雨火 點點星光 我們所認知的窗影卻是由畫作的顏色所構成的 對 所以這個窗影的顏色我們會看到這一幅畫作的表情 在裡面像紅露一般的流動 可是它實際是綠的耶 可是透過露米金是紅的耶 對 所以這是一個幻覺 這些都是相機鏡頭 對 對 然後怎麼會發現它的顏色表現都各意其趣 對 那它就像是一個可以藏在口袋的大人的文具 而且形狀也不一樣 不開心的時候就看看它 心情就好 平均一美大概是在3萬到4萬之間 2006年的時候就成立一個有天文化創意國際藝術品 有些公司 那第一個重點就是跟當年的奇金餚 也是現在130年也合作這個火焰三系列 那它是用白尺去做出這樣子的感覺 那就是地球的七人 那這裡面很多生物你就自己慢慢找 有很多不一樣的生物 比方說雨在那裡啊 蝙蝠在哪裡啊 狐狸在哪裡啊 你就去找 所以這幅畫叫生生不死 你想盡所有辦法 想要做成什麼事情 老天爺就會來幫你 我們看到前院這些外牆的材質是二丁掛的瓷 18年它退役 那我們是2016年接手 對花兩年的時間修剪 原先外面是瓷磚嘛 那我們現在做棉石子 那原先牆壁是白色的油漆嘛 那我們現在做水泥漆這樣 那地面請老師復用磨石子趕快修補 那外面的庭院種了非常多的樟樹 採犬發財的殘 採犬 泉水的泉 我要用這個角度才看得到八對不對 你要再拿高一點 八